刚才我们通过零质定理 证明了介质定理 下面我们再看零质定理的一个应用 就是可以用零质定理来证明方程根的存在性 我们来看一个具体的例子 例题二证明方程x立方-x-2等于0 至少存在一个实根 这个方程是x的立方-x-2等于0 现在我们把这样的一个问题 转化成零质定理的情形 所以你要构造一个函数 那自然令fx等于x的立方-x-2 好 这个函数是一个多相式函数 自然它在整个四周上是连续的 所以我们现在只需要找两点 在这两点的函数值一号就可以了 那这个很容易找到 因为f0是等于负二 f再找一个点 它的函数值是大于0的 那自然取x自2的时候 8-4等于4 这时候f0乘以f2小于0 所以有0之地理 一定存在 这是一个简单的例子 一个代数方程 或者是一个非代数方程 它至少存着一个根 0之地理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证明的方法 这个图形 大家可以看到 三次函数它的图形 从图形上我们发现 在0和2之间 图形是穿越x轴的 也就是介于0和2之间 方程确实有一个根存在 实际上这个问题 可以进行推广 这里我们考虑的多项式次数 是三次 奇数 那么对于奇数次代数方程 我们有一个一般的结论 至少存在有一个证根 任何一个奇数次的代数方程 一定存在有十根 大家想想 这是为什么 一个奇数次的代数方程 当然我们可以把它假设成 x2n加1 加a1x2n 加上a2n 到x2n 到x2n 加1 等于0 这是奇数次代数方程 的一般形式 好 如果我们把这个方程的 左端 既成是fx的话 大家会发现 这个fx随着x增大 它有一个变化趋势 什么样的变化趋势呢 因为x趋势无穷大的时候 在整个这些项中间 起主导作用的是它 所以从它可以看到 当x趋势正无穷的时候 整个fx应该趋势正无穷 当x趋势负无穷的时候 fx应该是趋势负无穷 也就是有x趋势于正无穷 fx应该是正无穷 x趋势于负无穷 它的一定是趋势负无穷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 对这样的一个一般的函数fx 接受次的多样式 一定可以找到一个x 使得它的函数值大于0 同样也可以找到x 使得它的函数值小于0 那在这两个g之间 不就一定可以找到f的0点吗 所以对于一般的 基数次代数方程 那它一定有一个十根存在 至少有一个十根存在 好 最后我们来回到 开始讲的问题 这样的一块大理石 如果它的边界是一条光滑的壁曲线 现在我们要寻找一个锯口 使得沿这条锯口 锯下的两块大理石的面积相等 怎么样证明这个事情 这里我们首先来构了一个函数 那自然我们把面积作为函数 这个自变量怎么取呢 自变量我们选这条锯口 与x轴所成的夹角 好 那这样我们可以得到一个面积函数 sθ θ是介于r化β之间的 r化β所对应的两条射线 正好把大理石夹在中间 好 这里请大家注意 当θ等于r化的时候 这时候的面积等于0 当θ等于β的时候 包括整个大理石 所以它的面积呢 是大理石的面积a 由于sθ是连续的 所以根据我们刚才讲的介质定理 因为sθ在r化β区间中间 它的最小值是0 最大值是a 所以介于最小最大值之间的任何一个数 s都可以取到 那a分之a是介于0和a之间的 因此一定可以找到一个θ0 使得sθ0正好等于2分之a 那这样就证明了 这样的锯口一定是存在的 沿这个锯口 聚开的两块大理石的面积一定相等 今天呢 我们主要介绍了 有界B区间上连续函数的性质 这个作为连续函数的非常重要的性质 在后面呢 我们还可以找到它的非常多的应用 今天的内容呢 就到这儿 咱们下节课再见 咱们下节课再见